少年的你上映两天票房破三亿 你保护世界,我保护你 说到少年的你这部电影最近真的是很火 主演也是大家熟悉的易烊千玺与周冬雨 他们两个人都是很优秀的演员 其实这部电影之前应该早就要上映了 但是没想到因为一些原因就被搁浅了 之前几天前才宣布上映播出啊 目前已经播出有两天了,好评不断 更加重要的就是目前这个电影的票房已经破三亿了 这个数字也是对于他们演员以及工作人员最好的认可了吧 看过的人几乎都是说演员们的眼神很有戏 把整个剧情很好的演戏串在一起了 而且易烊千玺的眼神超有戏IXUO 作为第一部千玺主演的电影这个成绩真的是太优秀了 在首映的当天,影帝张艺也是到达少年的你现场去观看了和这个电影 最后也做出了评价 称这是他今年看过的最喜欢的电影 于是乎,千玺在听完这个点评夸奖之后竟然红了眼眶一度哽咽 其实了解他的就知道他的情绪不怎么外露的 但是这次应该是真的被认可了 觉得付出有了回报才会这么开心感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